哈囉大家好,我是Dano,歡迎來到深屍預見賞單元 每個月半個月才來看看Steam与Diosite上最新的射射遊戲到底有OK? 那這個月很特殊,有點劣奇的作品有點多 各種深水補魔出我意料之外 不過在開始介紹之前,我有開一個Discord頻道 會在裡面談論天然地北以及深屍話題 以及會整理好我所介紹過的黃油斧丁 有興趣的玩家們可以進來看看 那現在有加入YT會員的玩家 每個月深屍預見賞裡面的重點內容 我都會放一小段在上面 讓你們在挑選遊戲史人度的參考方向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月就近出了多少好看的吧 哥布林祭司的隨從 隨價187元,評價174篇主流的87%幾度好評 男主穿越一世界,相遇了神明與祭司 但這神明卻因為沒人吸養,所以近乎沒有神力 但剛好是,這神明是掌管愛與繁育之神 這代表我們可以跟祭司補魔,竟然讓神明恢復神力 最終讓我們穿越回去 就這樣開始遊戲 那這個祭司,算是哥布林祭司 但卻非常喜歡異世界的東西 於是乎我們可以邊補魔邊賺錢 然後花錢跟神明抽獎 傳送異世界的家具過來 讓祭司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 也能透過家具來用到更多的play 但問題就是,玩起來很無聊 就是不斷的補魔刷錢抽獎抽家具 補魔看劇情這樣而已 這真的很枯燥 算補魔環節是不錯的,哥布林祭司也很可愛 劇情也療癒溫馨,我是有被治癒到 雖然不能跟神明補魔讓我有點生氣 但歸根究底還是遊戲真的太無聊了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這位哥布林祭司 不然這款不太推薦 雪莉爾大冒險,金色巨龍遺跡之道 售價298元,評價139篇左右的84% 幾度好評 主角是一位初出茅庫的煉金術師 但因為煉金工坊前主人欠了一大筆債務 所以為了不讓工坊倒閉 就這樣開始努力賺錢日子 但起初我們要去冒險者公會接任務賺錢 讓任務有採集打怪 但大多情況下都要我們煉金合成之後 來去交還任務 來逐漸的提升冒險者等級 然後接更高解任務來賺更多錢 那去低下層探索過程是長期 是這AIPG玩法 不錯玩單景先也不錯玩 因為這種玩法完到最後不是數值碾壓 就是遠程攻擊來摸死敵人而已 也比較一成不變 但好險任務很多 煉金合成的選項更多 所以在打怪的過程中 好歹能到處撿垃圾來解任務 玩起來比較不會那麼枯燥 能讓你有額外的事情可以做 但撿垃圾這事情算不上有多好玩 所以也好險 遊戲市場差不多10個多小時而已 算是人在不耐煩之前破關的 不過不要看畫風可愛 遊戲中有很多環節 讓我覺得作者是不是壓力很大 所以都偷渡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我這邊就放一小洞畫面給你們看 你們就能知道了 現在我準備搭電車前往地下城深處 嘿對 你們沒有看錯 在這麼歡樂的培約下 我們就這樣得到了神秘肉塊 喔哇 我第一次玩到這環節 想說這到底是三小 而且你還能把這神秘肉塊 用煉金樹合成出料理出來 送給別人吃 喔哇 這他媽到底是三小 更別說遊戲裡面還有段故事 讓我印象深刻 加速在精靈村的時候 精靈跟我們說下次再一起踢球 然後過段時間割不領錫村 然後又說來踢球精靈就這樣被當球踢了 物理上的 喔哇 作者你不能這樣欸 也因此在玩的時候 玩到許多讓有震撼的元素 也開始讓我好奇後面還有怎樣的病態情節 畢竟在這麼可愛的畫風下 劇情一直發病的話 這反而是一種特色 當然很可惜後面劇情所表現出來的 就比較中規中矩了 沒有前期那股二虛位 讓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補魔環節也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大圖插分CG 普普通通 市面上常見的那種 另外一種則是像素動畫CG 唉唷 很優秀 這個像素動起來有夠色情的 各種填碼形容的Play 比較不好用大圖表現出來的 就通通用像素來表現 真的是非常實用 這還是有些很迷的場面 像是把人塞進馬車 然後龍幹馬車這事情 讓我有點WTF 不過總結來說 如果做好行李準備的話 那這款是可以推薦的喔 衣服物語2 說下來188元 評價50篇 左右的81% 幾度好評 女主衣服是色衣之神的衣族 但卻對色色不感興趣 於是妹妹把你給照換過來 希望透過你的調教來讓衣服覺醒 那法式卡牌遊戲 我們得要在不同的關卡中 跟著路線往前跑 直到打倒Boss或離開關卡為止 那卡牌簡單分為攻擊與防禦與不懈 但特殊的地方在於除了出牌之外 我們還能透過蓄力來疊加卡牌的能力 像是攻擊的疊加 防禦的疊加這樣 而疊加的效果甚至還能延續到下一場戰鬥 直到離開關卡為止 很有創意的概念 但實際玩起來出乎一定要痛苦 因為為了打倒這一關 蘇妹平生的Boss 你一定會焦慮 於是見到Boss之前 你一定會不斷的堆疊攻擊與防禦 直到見到Boss 然後一張高攻擊的卡丟出去 秒殺對方 就這樣沒了 很空虛啊 離變的Boss對玩家來說根本就是個笑話 而更糟糕的是 關卡鍵還有設計探索進度 為了探索完整個關卡 你必須重複一輪為輪 把所有路線都跑過一遍才行 而這過程你必須面對一模一樣的怪物 那遊戲也算還有設計天賦 來讓你拿到不一樣的卡牌 但本質全都是攻擊防禦補血而已 導致一道怪物出牌的順序永遠都是 堆疊出牌攻擊這樣 而更糟糕的是只要出牌就會跑動畫 但可能開發團隊知道這樣太拖沓了 所以設定你能關掉動畫 這樣的確好很多 但整體玩起來還是很坐牢 一模一樣的出牌方式 重複這個流程上百次 而且為了保持進度你還不能滑手期 因為你得要點點點出牌才行 呃啊我差點玩到瘋掉 玩到一半就卡不住了 這根本就是電子酷刑 唯一值得讚賞的地方就是補魔環節是有料的 雖然培依斯中文但配得很好 雖然美術風格很特殊 但女主從起初的修飾到渴望所擁有的一切 這過程不拖泥帶水 能讓玩家快速的爽起來 跟玩法形成強大的反差 我覺得啦 哪怕改成三下後抄別人的玩法 都比現在好非常非常多 現階段玩起來真的是太痛苦了 完全不推薦 流產養成計畫售價188元 評價182篇左右的81%幾度好評 病中的劉備在死前從而給了流產 喔不 是另外一個平行時空的這位流產才對 而我們則是鼠漢成像諸葛亮 為了狂漢是 喔不四月的狂浮漢是 就這樣開始遊戲 然後反而簡單每一回合都要上早潮 根據選項可以增加四大數值 均勢、忠誠、民生、經濟 而早潮結束之後就得要學習五大個人素養 無力、智慧、魅力、政治、道德 然後累了就出遊 反了就休息這樣疲勞這樣 那遊戲雖然數值很多 但只要有所的話 在玩到通關之前保證都能全數值100% 所以關於玩這方面我就算是點追而已 畢竟就只是個簡單的小系統 遊戲比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除了流產性轉之外 我們還會相遇許多性轉人物 像是夢戶、魏妍、姜瑋等三位 根據選項可以跟對方來場約會這樣 讓我在玩的時候想起一起當前這部作品 是一部三國人物全都性轉高中生化的動畫 那補膜環節還算可以 會動有配音 但可惜的地方就是股價有點微崩 配音品質稱之不齊 有些人配得很好有些人就很糟 除此之外就沒什麼問題了 就是款小而美的作品 不好也不壞的普作 喜歡三國題材的玩家可以嘗試看看 雖然我在玩的時候總會好奇 要知道流產登記的時候 諸葛亮是12歲了 而日夜超老的諸葛亮竟然還能身體擁健的面對諸多美女 還不落下風 那我不禁感嘆不愧是臥龍奉儲 那個龍抬頭一出來可謂是既精是做 佩服佩服 愛妮西亞切文馬蹄大街的交流洛勝女 說價268元 評價376篇主的86%幾度好評 女主是這座城市中教坦國務院的管理者 每天兢兢兢兢的會生氣煩惱 而就在這天不需要商會會長團告訴女主 教堂這片土地其實是她的 如果不想被掃地出門的話就得要花錢輸回來 於是就這樣為了孤兒與唯一的住所 開始了賺錢還錢的日子 那遊戲目標很簡單 就是在限定的日期內還完錢 那賺錢的方法相當多元 比如女主是教堂管理者 每天可以停取信徒們的煩惱來藉此收獲捐款 又或者去應徵城鎮內的工作來賺上一筆微薄的薪水 但不得不說這座城鎮的人真的是很壞 因為你所應徵的每一份工作都會被人給上下其手 但為了生氣只能把這一切都忍下來 但忍著忍著女主卻又漸漸沉迷其中享受快樂了 那除了工作之外你也能去當個冒險家 詐募隊友來去探索地下城 而探索玩法橫TRPG 玩家需要在這雙6地圖中 只骰子來前進 不同格子有不同效果 而諾遭遇怪物進行戰鬥時也得要只骰子來檢定傷害高低 而你如果持出最低數字的話 就是大師伴野攻擊會密室 而諾踩到陷阱或被迫射射時 也得只骰子來檢定你能不能逃出去 那隨著戰鬥次數越多 你也能獲得經驗來使用 看誰要升等來全方位的提升能力 又或者學習新的技能都可以 這個骰子系統跟RPG玩法相結合 玩起來真的是很有意思 頗有點博德之門的味道 那射射方面也很不錯 女主因為欠錢的關係所以被雙加下契約紋 但當你裝不太到什麼錢時 女主是可以主動加升契約紋的能力 來大量獲得契約點數 而這契約點數可以用來延長還權的時間 也可以用來獲得各式各樣的道具 但相對的女主就會高機率的被迫遭遇射射事件 講白話點就是下海來賺更多錢 就這樣看著女主逐漸的墮落下去 如果你不介意TRPG特有的骰子隨機系統的話 那這就是一款既好玩又實用的作品喔 Made Island售價328元 評價570片左右的92%幾度好評 一群人搭船出遊然後遇難了 眾人失散逐漸飄流到島上 那女主在島上遇見了同樣遇難的主角 於是為了生存也為了逃出去 就這樣開始遊戲 那玩法很有意思 竟然是黃島求生類型的生存建造類黃遊 相當罕見喔 那你可以選擇男主或女主來開局 想換的話也能隨時替換 男女主所能遭遇的事件都各不相同 那在島上你可以探索打獵、窩礦、收集素材 建造工作台來製造出各式各樣的裝備、道具 而這過程不管是打怪還是採集 都能逐漸獲得經驗值 真的呢就能配點天賦能力來獲得各方各面加強 那在一些特定的地方甚至還有BOSS戰 打贏呢就能獲得豐碩獎勵 而最重要的是 是能撿到貴重物品來網上解鎖新科技 所以就單以遊戲性來說本作非常豐富會是好玩的 不過特殊的地方在於島上除了有怪物之外 竟然還有原住民的存在 而原住民們會把你當成獵物 遲不遲的跑來騷擾你 如果玩女角被打倒了就會被強制補膜 這點需要多多注意 因此你可以拿起武器反擊 而遊戲的自由度就從這邊開始展開 因為當你把原住民都打倒之後 竟然可以肢解對方 把對方的躯體烤來當作食物 或者把對方打暈製造型具來使用在對方身上 雖然表現出來並不怎麼血腥很委婉了 但看了還是或多或少不怎麼舒服 所以我就不展示給大家看了 那除了列席之外 你還可以把對方打暈綁來當作壓在夫人 只要你素材夠多就能做出各種設施 來綁更多人回來使用 甚至還能透過巡抚的方式 來讓眾多原住民們變成你的同伴 幫你去採集素材 讓這座島嶼成為你的帕魯樂園 那遊戲唯一的缺點就是 目前還是夜夜版本 所以新手教學引導方面做得很爛 我會建議看攻略來往會比較好 不然有很多操作你會很難發現的 不過撇除這點 遊戲的自由度真的是很高 不管是列席的方向還是補魔手法 好不好用的是其次 但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可以說是生存類皇友的天花板存在了 雖然我很猜疑為什麼這麼大尺度的作品是定人過勝 但如果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話 那這款可以說是相當推薦 那這邊參與者好看的分享 感謝PokeyPokey官方來給紳士預見賞的觀眾 吳祖 引起的優勢存 絕對不能曝光女性身份的時間 Steam需要來抽獎 這是款濃厚年度最佳色色獎的作品 相當優質的遊戲 上個月有介紹過 那抽獎辦法很簡單 針對這個月哪款遊戲感興趣 寫切心得留言 主要加上PokeyPokey 就很符合抽獎條件 詳細規則放在字典留言 那PokeyPokey是專門代理漢話小紅油的網站 遊戲神水沒法上Steam的作品 在那邊通通多人找到 或者你想推薦給PokeyPokey來代理遊戲 能去官方Discord頻道那邊許願 經過評估覺得不錯 是有機會代理漢話的喔 那接下來介紹 Diosite該月看起來不錯的三款補膜作品 首先 日本版《債務地獄的我》 僅帶一個讓我猜遣的離家出走JK 收價229元 銷售數量為11520款 那遊戲標題雖說是文版 但實際玩具是有中文的 但我也怕你們買錯 所以買之前商店頁面的對應員 記得看一下有沒有中文這個選項 那遊戲講述男主簽了100萬元 剩下一個禮拜也能夠還錢 但他唯一的賺錢手段就是去超商打工 而在這天準備去超商的路上 下這一遇偶遇沒有成散的女主 男主好心的把他刪給了對方 就這樣去工作 直到傍晚回到自家時突然有個門鈴聲 竟然是早上那位女主 女主說著沒有地方去希望你能收留她 就這樣開始同居生活 那麼法案很線性 就是跟女主、黑道、打工學妹這三人聊天 聊著聊著就會選項讓你選擇 像是女主晚上睡覺時 你可以偷偷對她做些色色的事情 或者黑道威脅你要拍些仰眼的畫面 你可以選擇做還是不做 這些都會影響結局的發展 那色色方面也很不錯 有大圖差分也有像素動畫 各方各面都很精緻 但遊戲唯二的問題就是不夠豐富 劇情又很趕 明明是剛認識不久的人 過個兩天就對你充滿新任 過個四天就對你偷懷算爆 不說我還以為是仙人跳 而畫面很精緻 但能互動的東西除了主線之外近乎沒有 就是擺好看的 導致玩一個小時就差不多玩完了 我會覺得很可惜這美術啦 如果玩法再多樣一點 劇情再多一些 那這款就是妥妥的上層加注 結果變成既沒魔法又沒什麼劇情 就只有好看跟色色不錯的作品而已 就是款隨處可見的靶座黃油 雖然這款是可以推薦 喜歡是可以買 但你絕對有更多更值得的選擇 終日英Castle Tantation 售價573元 銷售數量10150款 加速模組與人類的戰爭結束了 所以先任魔網建立一個管束 算是用來娛樂與紀念 也能當作冒險者的訓練場 那我法是橫向捲著遊戲 但主角沒有任何戰鬥力 所以類型是偏向於室內逃脫的玩法 遇到怪物就跑 遇到謎題就解 如果不小心被怪物給逮到 那就會被強制補魔 如果被補魔太多次 便會死亡重新開始 那遊戲分成五大關卡 沒有關卡的風格都各有特色 被強制補魔的play也會不一樣 而有趣的地方是 路上你會遇到工作人員 你可以與他們進行補魔 雖然他們會罵罵咧咧的 想什麼你這種鎖魚 滿腦子就只想補魔而已 而你對著對方射射第二次死 他們就會說 既然你不是好歹 那我就把你給榨乾抹進 省得來煩我 從這邊就能知道 這個關手的氛圍有點不太一樣 而隨著持續冒險 所遭遇的BOSS戰 從一開始和哀可親 到最後竟然還有瘋合類型的存在 它會把你給囤進去 拒絕 然後打爆射這樣 有非常非常多的play都挺劣奇的 讓我的腦袋有點心爆 因此遊戲在出物料方面設計得很好 很多橋段都讓我發出讚嘆的聲音 而補魔蛇像素動畫也很不錯 所以它的每一個怪物 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近乎可以補魔 但很可惜一次就只有15秒左右 不斷打裝而已 在使用度方面有點差強人意 但就算如此 遊戲我還是覺得挺有意思的 如果想腦洞大開急轉彎一下的話 那這款就非常推薦給你 日文版 一多歷史工作也有完工作 售價173元 銷售數量有14540款 雖說是日文版 但實際上是有中文的 但同樣商店頁面 語言那邊接著看下有沒有中文 那遊戲將我們帶回戲院前的年代 假如這座城市因為缺乏兩者關係 而你似乎是亡 現在要在這邊寵信 喔不如是工作才對 來祈求豐收 但就要這時一位女兒的少女出現 就這樣開始遊戲 然後法師模擬器類型的作品 每天晚上與女兒少女補魔 你可以用各種知識來玩弄對方 補完魔之後隔天就會大豐收 農作物一夜收成 深處一夜翻倍 不過魔就有這種效果 不愧是生命的起源 那除此之外 也會有侍女來照顧女主 雖說是侍女 但更像是朋友的關係 因此他們會談論你晚上的豐功偉業 甚至還會出主意讓女主更好的侍奉 此時就會解鎖新的知識 讓本該是平淡無寫的模擬器玩法 增添了許多有趣的內容 那我很喜歡這部作品 其原因就在於女主的配音 好舒馬我的天啊 是那種講話輕生細 嬌羞易碎的風格 講沒幾句話就在那邊喘氣 補魔補到極熱自電視 還有恰當好處的破音 很頂 那第五賽的商店燕蜜那邊有完整的影片可以看 我很推薦去看看 看完就能知道這配音有多省了 而更棒的是遊戲當中的三位侍女 作者有說未來將會更新多人補魔環節 雖然現在還沒有就是了 但這消息讓我非常期待 因此遊戲非常推薦 可以說是極王派神作之一 好啦這一奇異就到這邊 這一奇有很多作品都很奇異 但奇異歸奇異還是有很多優質的遊戲 這個月也很不錯 那最後我跟第五賽的合作 可以點進資訊欄裡的王子 來免費領取限量第五賽的優惠券 讓你買遊戲使能夠更加便宜 有需要的話再去領取 那最後也非常感謝 鬼力機 清理之鳳 冰蕾 季節 躲避熊 魅力1020 彭尼富 懷德貝爾 花迪 推斯里 狐狸 竹炭鐵觀音 天鷹 阿嘎 伊斯基 應該是這樣練吧 這幾位生生英雄的支持 ありがとう 那是當樂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